從行車記錄器看到 當時公車打方向燈已經要右轉 後方突然穿出一輛機車 直線往前狂衝 看到時已經來不及煞車 直接猛撞上公車右側 雙方都沒有減速 當下騎士倒地 瞬間被公車車輪碾過 騎士在車底翻滾瞬間 實在太驚險 事情發生在嘉義市民生西路口 當時公車司機要右轉 女騎士卻直線往前衝 當下已經在公車司機的視線死角 撞擊瞬間完全沒有煞車 女騎士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經過搶救後 已經恢復心跳 嘉義驚險車禍還有這起 當時白色車輛直行上路橋 後方一輛轎車 加速往前 疑似想插隊上橋 卻失控直接撞擊白色轎車 當場造成車輛翻覆 強大的撞擊聲 讓一旁的加油站人員 馬上衝出來協助救援 白色轎車整台吩咐在路中央 咖啡色轎車則是車頭輕微碎混 車內的東西散落在一地 後方的擋風玻璃也全部碎掉 這個路段是比較危險啦 所以就是常常都會有一些事故 經過調查兩名駕駛都沒有酒駕 幸好也只是輕傷 造勢車到底是擠著插隊 或是有其他原因造成衝撞 還有帶警方釐清 記者侯國文劉奕婷嘉義報導 到